大家好,我是香 2023年12月3日晚上9点半左右 韩国首尔警察署接到了一起报案 称中路区的一间公寓内发生了伤害事件 当警方赶到现场时 受害人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正躺在客厅的地板上 除此之外,现场还有他的两个孩子 以及公公和丈夫 其中,丈夫玄宇英是报案的人 也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面对警方,玄先生很直接地承认 是因为自己失手才导致妻子嫖秀珍去世的 并且愿意承担责任 其实,即便他不说 警方也能很快得出答案 因为作案工具就在现场 是一个带着金属肠杆的猫玩具 上面沾染着血液痕迹,并没有擦拭 只要一检测,很快就能找到凶手的指纹 更何况,玄先生的身上也留有血液痕迹 就在警方准备将玄宇英带回警察局询问时 一直站在边上的老人 也就是受害者的公公,突然发生了 他提出,希望警方能够谨慎调查,公正处理 这时警方才认出来 这个看起来有些威严的老人 叫玄成大 之前经常以大检察官和国会议员的身份 出现在韩国的报刊和电视媒体上 这瞬间也让警方更加谨慎了 毕竟涉及立法部门大老儿子的案件 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会因此而丢掉工作 因此他们表示一定会秉公处理 这才将其儿子带走 据警方了解,51岁的玄宇英 除了是检察官的儿子之外 还是韩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也就是说 他对于法律的了解 可能胜过警察署的每一个人 也是考虑到他身份的不同寻常 整个审讯过程 调查人员都十分客气 都是玄某在说 警方在听 并做好记录 根据他的描述 最近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比较突出 两人因为感情不合正准备离婚 但因为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一直没达成一致 尽管还没有正式离婚 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所以妻子在20天前 就带着女儿离开了自己所居住的公寓 并搬去了附近的另外一套房子居住 案发当天 因为女儿上学的书包 以及部分的个人物品还在她的家里 所以她便打电话通知妻子 在晚饭后过来拿走 可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发生了争吵 进而产生了肢体冲突 当时妻子用力对她进行推散 导致她的眼镜被打落在了地上 视线模糊的她 为了保护自己 便随手拿起了手边的一个猫玩具 对妻子进行了还击 竟没想到 妻子立即就倒地不起了 她表示 之前他们也发生过这类的冲突 可这次的结果 她是没有意料到的 惊慌失措了她 随后就拨打了救护车的电话 但遗憾的是 在救护车赶到之前 妻子就因为伤势过重 而失去了生命迹象 她的描述总结起来就是 自己只是像往常一样 和妻子吵了一架 然后用东西打了她一下 没想到妻子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她承认是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导致妻子去世的 但又表达自己并不是故意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也很后悔 而在警方看来 薛某的描述只能作为参考 是无法作为量刑依据的 毕竟不同的动机 量刑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为此她们需要进一步调查 于是在将朴女士的身体 送往韩国国家法医中心 进行检测的同时 也对朴女士的亲人 以及朋友同事进行了走访 试图从她们口中 了解更多的信息 据调查 薛某和朴女士 大约是在十年前结婚 婚后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两人都是大家口中的精英人士 薛某就不必多提 议员的儿子 大律所的律师 同样的 朴女士也极为优秀 她在首尔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之后 就进入到了政府工作 并且很快就晋升为了团队的负责人 之后也一直担任要职 两人的结合 在旁人看来是幸福而体面的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 根据警方了解 在案发前20天 朴女士已经提出了离婚诉讼 并且准备了一份 长达500页的诉讼材料 在材料中 她很详细地描述了两个人的矛盾 以及不得不离婚的理由 据说 丈夫薛某的家庭条件很好 她的父亲很强势 时刻掌控着她的生活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 薛某对外低调且不失礼节 但是对内却有着近乎变态的掌控欲 而伴随着掌控欲的 还有令人难以接受的疑心病 婚后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凭着主观异想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孕 并因为这个怀疑 逐渐把妻子当做了自己的敌人 她曾不止一次 不让自己的孩子称呼妻子为妈妈 而是用女巫来代替 并要求孩子们发送侮辱性的信息给朴女士 这令朴女士感到很无奈 她也曾考虑过离婚 并因此咨询过律师 但是因为丈夫家庭的特殊身份 律师都表示 可能会没有人愿意为她提供离婚辩护 并且也很直接的告诉她 如果离婚 在丈夫家庭的影响下 她是很难得到孩子的抚养权的 就这样 慢慢的她也放弃了离婚的想法 但是她并没有想到 丈夫的掌控行为变得越来越夸张了 2018年 朴女士因为工作原因 被调到了新西兰工作 离家这么远 丈夫的疑心病又瞬间发作 任何时候 只要是没有联系上她 丈夫都会立马联系她身边的所有同事 无论她在工作还是休息 除此之外 政府还每天必须和她视讯通话 并要求她将摄像头 巡视住所里的每一个角落 甚至连门口的鞋子她都要查看 而且还要求 朴女士解释电话中的每一条通话记录 最过分的是 她还要求朴女士定期发送自己的体检报告 以便她了解 妻子是否在外面乱来 而染上了不干净的疾病 尽管这样 玄某依旧还是不放心 于是在没有知会朴女士的情况下 她就突然带着孩子来到了新西兰 原因是 玄某怀疑她在新西兰和同事有外遇 她甚至夸张到 直接去妻子工作的地方 找到一个 她认为可能是朴女士出轨对象的同事理论 当然 她的这个行为 也令这名同事感到奇怪和无语 因为朴女士与她的工作交集并不多 两人只是说过几句话而已 而因为她的这一次闹剧 最终导致朴女士不得不提前被调回韩国 这也让她错失了很多机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朴女士真的是忍无可忍 于是在2021年的10月 她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但这依旧还是遭到了丈夫的拒绝 并且丈夫还写了一则通告 在通告中 她凭借自己的主观异想 编造了妻子出轨的情况 就像写小说一样编排着细节 同时她还向妻子的工作单位提出控诉 最可怕的一点是 朴女士这次的离婚诉讼 在她公共的干预下 真的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为她提供辩护 因为公共的身份特殊 是检察官 是议员 又是法学教授 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了她而赌上自己的前途 无奈之下 朴女士只好撤诉 但这并不代表她放弃离婚的想法 就算没人为她辩护 但只要她的证据足够多 不需要律师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于是在两年间 她不停地收集着和丈夫婚姻不合的证据 直到形成了这一份500多页的诉讼材料 不过仅仅只有这份材料 是不足以证明丈夫是故意谋害的妻子 还需要找到更多有效的直接证据才行 而就在此时 朴女士的母亲向警方提供了一个信息 她说 自己的女儿自从提出了离婚诉讼之后 就尽量再避免和学某见面 哪怕有时候不得已见到 她也会用手机以音频或者是影片的方式 记录下整个过程 而这一次的见面应该也不例外 于是警方根据母亲的说法 很快在朴女士的遗物中找到了她的手机 但是一看 是苹果手机 这瞬间让警方犯了难 因为苹果手机很难通过技术手段 在不损害手机内文件的情况下 对其进行破除 而且密码试错的时间相当的长 而更让警方难受的是 朴女士的家属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她的密码 所以他们只好利用生日电话号码 这些常用于密码的数字来进行试错 可试错了一个多月 他们仍旧没能解锁手机 与此同时 朴女士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报告显示 她的去世时间大约是在当日的晚上8点至8点20分之间 去世原因是被勒窒息 除了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以外 在她的身体表面还发现有多处伤痕 其中头部就有七处较大的伤口 法医表示 哪怕不勒住颈部 朴女士也会因为头上的这七处伤口 失血过多而失去生命体征 因此这起案件怎么看都不像是丈夫口中所说的过失谋害 可是在手机不能解锁的情况下 就不能清楚的了解到当日发生了什么 这也将无法证明丈夫选谋到底是故意谋害还是过失伤人 为此他们只能继续深入调查 从这一点来看 这一次的韩国警方还是很给力的 他们并没有因为嫌疑人的特殊身份而放弃追寻真相 尽管过程中对嫌疑人比较客气和礼貌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的目的是要还朴女士一个真相 也就是在警方坚持不懈的调查下又有了新的线索 通过玄某所居住公寓附近的监控来看 当时晚上7点30分左右 妻子走进了她的公寓 大约过了半小时也就是8点 玄某独自出了门 而8点20分 玄某的父亲来到了现场 随后 玄某带着跟随妻子一起生活的女儿也回到了公寓 之后又过去了10分钟 也就是晚上的8点30分 警方和救护人员才接到了报案的电话 根据监控录像来看 事情发生在晚上7点半到8点半之间的一个小时 但是为什么玄某的父亲会突然造访 并且在父亲到达之后 玄某紧跟着也到了家 这是巧合还是玄某刻意的通知呢 而从时间上来说 救护人员在接到电话后的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也就是晚上的8点40分 如果事情是发生在晚上的8点20分 也就是玄某带着女儿回来之后 在这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 朴女士应该还是有抢救机会的 但事实上当她们到达的时候 朴女士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这也就意味着 朴女士是在当晚7点半到8点这半个小时内遇害的 那为什么玄某会选择在晚上8点这个时间出门 并且在她父亲赶到之后才选择报警 这足足隔了将近一个小时 如果是意外的话 她应该是在晚上8点出门前就立即请求救援 这将有很大的可能挽救回妻子的生命 可她并没有这样做 此时玄某故意谋害的可能已经很明显了 但却还是缺乏有力的证据 因为这起案件过于的简单 导致并没有留下很多的证据以供调查 尽管犯罪嫌疑人作案工具受害者一应俱全 动机也有 如果警方就此移交给警方 也是符合程序的 但是或许是他们有自己的责任感 总还是想着要还受害者一个真相 于是警方在没有找到新线索的情况下 依旧还是在拖着移交解放的时间 他们在等再等一个万一 万一手机的密码被嫖女士的家人试出来了 那所有真相都会随之浮出水面 就这样 调查持续了四个月时间 可能是因为调查时间太久了 又可能是因为这起案件所涉及的人身份太特殊 所以当时韩国有很多的媒体也对这起案件的关键信息进行了披露 这也极大的调动了韩国民众的八卦性力 引起了非同寻常的热度 有人质疑 警方调查这么久的原因 是在想办法给罪犯脱罪 也有人对媒体报道造势者时用的化名崔先生感到不满 明明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姓玄 这样的操作 有在故意避开他父亲的嫌疑 并要求警方在网上公布罪犯的真实情况 并且将调查结果进行公告 在这样的舆论下 警方背负着极大的压力 他们也觉得很冤枉 毕竟从一开始 他们就是本着还原真相的目的去的 并没有想要包庇什么 随着舆论带来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多 上级部门也一直在给他们施压 包括玄某的父亲也通过各方关系告诉警方 希望能尽快结案 而他所希望的尽快结案 就是以过失谋害的罪名结案 精通法律的他们清楚了知道 过失谋害和故意谋害 在量刑上的区别有多大 玄某今年已经51岁了 如果定性为故意谋害的话 可能他的余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 所以他的家人想争取更轻的量刑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4年4月中旬 朴女士的手机依旧没能解锁 而警方已经扛不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了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将玄某移交检方 由检方提起诉讼 当时警方也详细告知了检方 关于这起案件的疑点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疑点 多多少少增加一息给玄某的惩罚 也正是因为各方压力 移交之后的程序走到非常的快 在2024年4月20日 关于玄某的量刑听证会便召开了 在听证会上 检方将之前警方所了解的疑点一一提出 尽管这些问题警方也曾多次问过玄某 但当时的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而此时面对法官 玄某却突然开口了 他表示 当时妻子对他动手之后 为了保护自己 他随手拿起了手边的猫玩具反击 可他并不知道这个玩具是金属的 在他看来 这种东西只会用塑料制作 而在他的这一下反击之后 他也因为情绪激动而导致了昏迷 当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压在了妻子身上 他并没有想要谋害自己的妻子 或许只是手臂不小心压住了妻子的脖子 昏迷之下的他也不知道 这样会导致妻子去世 而他的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了检方的反驳 检方提出 让他解释 为什么朴女士的头上有七处伤痕 这与他所说的随手一击不符 而且在发现妻子倒地昏迷之后 为什么不马上呼救急救中心 而是出门带回自己的女儿 说到这里 玄母的情绪就开始变得激动了起来 并声称 自己当时看到妻子倒在血泊中时 就开始变得恐慌 那时的自己已经失去了判断力 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他还告诉法官和解方 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正常 曾经还因为精神疾病接受过治疗 当时他的这个说法 法官和解方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之前五个月的调查中 他也从未向警方透露过这一情况 而更无语的是 说着说着 他便开始在听证会上流泪哭泣 表示自己感到很后悔 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失误 会导致妻子离开这个世界 给妻子的家人 包括自己 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该事件发生后的五个月里 自己也一直都在忏悔 觉得对不起妻子 不得不说 法律世家出身的玄某 是有一点东西在身上的 在之前的调查中 他一直保持沉默 以阻碍调查进展 直到在法庭上 才开口讲述 此前大家所不知道的情况 并且很有技巧 误伤 精神病 悔恨 这减刑的三要素 都被他说全了 如果以他的说法为准 这个量刑则会变得很低 用不了多久 他就又能以精英人士的身份 活跃在众人面前 再加上 他还在法庭上表示 自己的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 如今已经失去了母亲 父亲若是再进入监狱的话 孩子将会面临 无人抚养的境遇 他几乎抓住了法律上 所有可以解刑的要点 可面对他的陈述 检方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去反驳 这场听证会 也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正式的审判 将在三天后开庭 2024年4月24日 朴女士的家属 玄某的家属 以及社会监督团体的代表 都出席了审庭 针对检方指控 玄某依旧是重复着量刑听证会上的叙述 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 这起案件是一起故意谋害案的情况下 法院也准备以过失谋害宣判 可就在这时 朴女士的母亲突然举起了一个手机 终于 在长达五个月的尝试下 在开庭的这天 手机因为密码错误而锁定的时间刚刚到 朴女士的母亲将自己 以及女儿两个孩子的生日进行了组合 终于解开了手机 果真 手机里发现了 记录当日情况的音频文件 这个最有力的证据 终于奇迹般的来了 长达40分钟的音频 在法庭上播放 重现了案发时的全过程 朴女士当日在进门之后 先是和丈夫同住的儿子打了招呼 询问她是否吃过了晚饭 随后在与丈夫交谈了几句之后 就开始收拾女儿的东西 正当她准备将女儿的猫也带走时 丈夫大声呵斥道 你不能再买一只吗 什么东西都带走了 我还剩下什么 朴女士反驳说 这只猫一直都陪伴着女儿 再买一只女儿也不答应啊 于是两人说着说着 又开始说到了抚养权的问题 并逐渐开始了争吵 突然一声惨叫 就听见了一下一下的敲击声 同时还有朴女士的求饶声 而对于妻子的求饶 玄某置若罔闻 而在这期间 他们俩的儿子 在听到客厅的动静后 也出房间询问发生了什么 儿子的出现对于朴女士来说 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她不断地要求儿子报警 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警察 而她的行为 引来了玄某的呵斥 并让儿子马上滚回房间 把门锁好 没有她的召唤不能出来 随后 敲击声还在继续 而朴女士在最后一句 哥哥对不起的求饶话后 就逐渐没有了声息 在玄某攻击的过程中 无论是儿子的打断 还是朴女士的求饶 她都是有机会 终止自己的恶行的 可事实却没有 通过这段音频可以判定 政府在妻子失去反抗能力 并求饶的情况下 仍旧在持续的攻击 直到其失去了知觉 并且也没有及时的呼叫急救中心 对朴女士进行抢救 这些都可以被视作 故意谋害的证据 因此检方请求对玄某 判处无期徒刑 而法院考虑 被告之前并没有犯罪记录 且有悔过情节 最终便在一审判处了 玄某有期徒刑25年 只可惜了朴女士 明明只是想争取自己的权利 却遭到了丈夫的狠手 她才40岁 甚至还没来得及 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 所以啊 婚姻真的是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选对人很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观点和看法 祝愿大家新的一天美好健康 我是肖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